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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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反应动量变化规律的流体动力学方程等等 小星星欧拉2002就是为了纪念欧拉而命名的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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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说出那个版本每一页的开头和结尾 他的记忆 他的记忆既是视觉的 已经被烧掉了 计算和生命 世界各地的数学家接收到欧拉离世的消息后 无不感到悲痛 欧拉的去世 不仅仅是数学界的损失 也是全世界的遗憾 为了缅怀欧拉 1957年 前苏联颁发了一套纪念邮票 纪念欧拉诞辰250周年 2007年 为纪念欧拉诞辰300周年 瑞士政府 中国科学院 及中国教育部 于2007年4月23日下午 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共同举办纪念活动 回顾欧拉的生平 工作 以及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欧拉是科学史上最多产的一位杰出的数学家 据统计 他不倦的一生 共写下886本书籍和论文 其中分析 代数 数论占40% 几何占18% 物理和力学占28% 平文学占11% 弹道学 航海学 建筑学等占3% 彼得堡科学院为了整理他的重作 足足忙碌了47年 曾有人说 18世纪是欧拉的世纪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欧拉是18世纪 独一无二的杰出科学家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 直到临死前的那一秒钟 也许 生命对他而言 就是付出和奉献 即使在他的世界充满黑暗 他也要让别人的生活 更加光明 好了 本期天赛简史 关于数学家欧拉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正如视频开头所说 欧拉是个好学的孩子 在他童年也发生了不少趣事 对这则故事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天赛简史 恢复欧拉 旧和获取 本期结束 咱们下周二 不见 不散 没飞机大炮 我们自己造嘛 所以我下决心 要学飞机大炮 国难当头 他气温从里 他是一名科学家 但他更是一名热爱祖国的中国人 咱们下周 不见 不散 未经许可,不散